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往下飞 飞机很可能在没有任何仙道的情况下就突然解体 没有人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 二十次左右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不是到三串水尽的时候 你依然要尽你的努力来挽救飞机 因为你是试飞员 但是我现在想特别过格地跟李部长发起一个挑战 我赢了呢我就问李部长问题 我输了呢他就问我 真心话大冒险没完没了啊 诸剑立峰 铁血军魂 本期演讲者李中华 品位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 唱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奖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有这么一种职业 他的工作在他开始的那一瞬间 就意味着他要直面危险 甚至意味着他要直面死神 你们能够想象吗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这位开奖嘉宾 他从事的就是这样一份职业 他是一名空军试飞员 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在大气层内 飞行速度最快的一名飞行员 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为什么说是擦肩而过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 连死神都无法追赶 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开奖嘉宾 空军级试飞专家 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 李中华 谢谢各位 各位请坐 刚才我说您是中国目前大气层内飞得最快的人 这个说法没错吧 没问题 速度是2.35马赫 是的 好 谁先告诉我马赫是什么 音速 看来还是有懂行的 所以2.35马赫就是音速的2.35倍 音速是多快 340米每秒 文科生不多 很了解 340米每秒 这个音速是一个变量 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在地面的时候 这个音速较大一些 但是如果到了1万1000米 甚至说到了同温城上 这个音速就显得比较小了 聊天就得这么聊 才能镇住周围的人 比如说一群人坐在这儿 聊起来说音速都快 340米每秒 哇 周围的人都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 慢慢吞吞说 音速根据不同的时间 温度和环境 它是一个变量 哇 这个时候 掌声强起 如果就按普通的这个数据 2.35马赫 按照340米每秒算 应该差不多 您飞的速度是 一秒钟800米左右 没问题 800米 但是您自己飞的时候 能感受得到吗 感受不到 我觉得超音速飞行 特别的奇妙就在哪里呢 你比声音飞得还要快 对 所以说你飞的过程中 非常的安静 声音在后边呢 就此时此刻 我们的当当当当当当 你听不见了 您的这份工作 真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 那问您个问题 试飞员和飞行员 到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飞行员所飞的飞机 它是经过鉴定的 已经成型的飞机 也就是它可以进行 批生产 但是我们试飞员 所飞的这个飞机 是在试验中的 一个鉴定品 可能飞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进行调试 不断地进行优化 飞行员的飞行 实际上它的飞行范围 通过试飞员 给它定义清楚了 高不能高于多少 低不能低于多少 那么最大速度 你不能超过多少 给它界定清楚了 寻找边界这个过程 是由你们去完成 是的 在这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变量 会遇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情况 所以试飞员 是飞行员中的小白鼠 小白鼠中的战斗机 今天李老师 为了让我们 更进一步地认试 试飞员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职业 他把自己平时 上班用的这一套 特别的装备 也带来了 这个很显然 应该是一个头盔 但这个头盔好沉啊 这是头盔和氧气面罩 这里面 这个头盔 跟摩托车用的 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是骑摩托车的话 用这个头盔 就大材小用了 和普通头盔相比较起来 首先它的结构 强度特别好啊 磕一下 撞一下 碰一下 它没问题 还有它的功能很特殊 它有耳机啊 它可以听到声音 整个无线电的 这一套设备 都可以通过它 传送到您的头盔里边 是的 这个护目镜 看上去和我们 普通的墨镜啊 眼镜啊 也差不多 但是这个差的很多 如果加上通常系统的话 就是我所需要的一些 飞行的信息 比如说 我看对手的那个态势信息 目标在哪里 离我多远 是什么飞机 手不离开 我的驾驶感 和我的油门感 就可以实现 对这个目标机的攻击 所以它这个 又是一个显示屏 所以这个技术含量 还是很高的 这个头盔 据说都是根据 每一个试飞员 您的骨骼 是完全是定做的 是吧 它不是说 谁都能戴的 这个头盔 现在的头盔呢 是采取了一种 个性化设计 我的头盔 那可能 特别适合我 当然不是说 你不能戴 可能你戴上 你觉得哪地方 有些不舒服 对 但是我像小萨老师 这么苗条 这么一个 体型这么好 戴上这个 一定没问题的 不管可以试一试 我是第一次 听说身材苗条 跟脑袋大小就关系 这种机会 医生能有几次 发型 OK了 报告卡台 我已锁定目标 我已锁定目标 好 我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我现在速度太快 速度太快 怎么样 还可以吗 您这个职业 大家现在仍然还是 停留在一个 好奇的阶段 我们还是期待着 在这个容量 并不大的时间内 能够分享您 更多的故事 有请李部长 为我们开讲 谢谢小萨老师 我们把这个 帮您拿下去 大家好 我是李中华 很高兴 今天能够有机会 站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 飞行经历 以及在飞行过程中 所产生的一些感受 89年的9月份 空军到航空军部队 选调试飞员 我报了名 也被顺利地 选到了空军试飞部队 如果能有机会 始终跟航空发展的 最前沿站在一起 你带着自己的梦想 去飞行 去实践 觉得是一件 特别幸福的事情 近年来 航空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也给试飞带来了一些 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家知道 坚实飞机 是我们国家 自行研发的 这么一种三代机 高性能 全天厚 具有很强的 滞空能力 那么坚实飞机 它的新品率 占到了60%以上 国外研制 这样的新机 新品率一般 不超过30% 是为了稳妥起见 新品率越高 就意味着 位置数越多 也意味着 试飞的风险越大 那么按照试飞计划 我相继完成了 坚实飞机的 最大马克数 最大动升线 最大过载值 最大起飞重量 最小滑跑距离 等等 这些极限数据 在定型之前 就剩下了一个 最难啃的硬骨头 就是 低空大表速飞行 所谓低空大表速飞行 就是在 低高度的情况之下 在气动载荷 是极限的情况之下 来考核飞机的 结构强度 和它的颤震特性 低高度的时候 大起很稠密 气动载荷增加很快 如果一旦控制不好 或者一旦出现情况 超过了这个临界点 飞机很可能 就会出现震动发散 结构破坏 严重的时候 还可能导致飞机解体 但是呢 这个临界点 是地面的试验 所没有办法准确预知的 怎么办 只能去试飞 去进行尝试 这样的一个科目 在国外的试飞史上 也都摔过数十架飞机 击身过数十位试飞员 所以当时在我 这个飞机科目的过程中 每次试飞 机务人员都默默地帮我 把飞行装具准备好 默默地呢 目送了我起飞 我记得最惊险的一次飞行 就是在2003年的12月1日 这一天 我是要决定着 向坚实飞机的 极限这个速度开始飞行 试飞开始了 当我驾驶这型飞机 呼啸着从跑道上起飞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 我在高度12000米的时候 以每秒120米的下降速度 向下俯冲 随着速度的不断增大 飞机的结构强度 承受着严峻的考验 之前我在试飞的时候 曾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速度达到1270公里 飞机的前起车加护板 严重地撕裂变形 速度到1300公里的时候 机翼前缘的锚钉 被吸了出来 接近是1400公里的时候 机翼油箱开始渗油 再往下飞 飞机很可能 在没有任何先到的情况下 就突然解体 而且呢 试飞员没有办法逃生 因为这个时候 你已经飞到了 救生座椅的安全范围之外 即便是你弹射出来了 也会跟飞机的垂尾相撞 每往前飞一步 死神就离你近一步 而且你没有退路 但是坚实飞机要定型 我必须要加速飞 必须要飞到这个状态点上 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所以谁也不知道 加速的过程中 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情况 俯冲的时候 座舱里边 安静的有些可怕 我几乎能够听到 自己心脏的跳动 而且耳机里边 鸦雀无声 我的战友们都很配合 防止影响我的判断 那么我往下飞的过程 我其实是把我自己 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 判断飞机的状态怎么样 会出现什么趋势 我紧紧地盯着 座舱里边的各个系统 和速度表的指示 我觉得那一段时间 真的特别地煎熬 也感觉特别地漫长 当最后时刻 我看到速度表 达到了1450的时候 我就兴奋地向指挥员报告 飞机达到了设计数 终止动作的时候呢 速度表只到了1453公里 这是目前我们 坚实飞机的 飞行最快记录 当我驾驶的飞机 平安着陆以后 现场的领导和同志们 都激动地跟我握手拥抱 不少人还流下了泪水 我记得中航工业集团 航空产品部的艳祥部长 是一位干了一辈子 航空的女同志 她跟年轻人一样 我一下飞机 她就一把抱着我 激动地对我说 说中华 你刚才上飞机 我都不敢看 还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特别地自豪和光荣 就是作为一名试飞员 你能够亲身 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能够做一些事情 是很自豪的 所以我的一个战友 转移到民航了 他曾经问过我 说兄弟你什么时候撤呀 我说我喜欢试飞 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 中国空军只要还剩下一名试飞员 那一定是我 那么这么多年 我能够一次次地化险为夷 我觉得和战友们的支持 和这个团队是密切相关的 2005年的5月20日 这是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日子 那么这一天呢 我和战友梁建峰 驾驶着国产的三轴变稳飞机 进行飞行员诱发震荡的体验飞行 那么这个变稳飞机呢 非常的特殊 它可以模拟我们的战斗机 轰炸机和运输机的飞行特性 也被誉为空中试验室 因为它的技术含量特别高 所以目前世界上 也仅仅有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能够呢独立研发这样的飞机 中国这个飞机 也仅仅有这么一架 那么这一天 在试飞的过程中 当进行到第三个起落 我们以高度500米 速度270公里 向机场飞的过程中 放下起落架 准备着陆了 突然间 电稳系统告警 电传系统故障 飞机瞬间就倒扣过来 我前程的战友梁建峰 已经没办法操纵飞机了 他在无线电底大喊了一声 叫员飞机不行了 我说你别动 我来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想把飞机赶快地改平 可是呢 压杆登舵 飞机没有任何反应 紧接着 我就按下了 驾驶杆上的应急切断按钮 但是飞机还是没有反应 接着我又把 变稳系统的电源关闭了 飞机依然没有反应 当时我俩倒扣在 座舱里面 过载很弱的条件之下 座舱里的杂物 都漂浮在眼前 而且飞机左右摇摆着 那种气流声 呼啸声 显得格外的刺耳 就感觉到 水渠 麦田和河流 向我们扑面而来 击毁人亡的情况 我们都想到了 但是就这种情况之下 我突然想到了 可能是变稳飞机的 这个变稳系统在作怪 所以我一把 就把右操纵台上的 三个总电门 计算机 变稳和显控 全部关掉了 这个时候飞机 就像被打通了穴位一样 啪的一下就停在那地方了 当时倒扣着 向下俯冲着 所以我赶快将飞机改平 把飞机从俯冲中拉了起来 这个时候 高度还剩下了200米 从飞机出现故障情况 到我将飞机定在那地方 这个过程 用了七秒钟的时间 改平之后 飞机断电了 地平一螺盘 没有办法工作 我看着地面 目视判断飞机的高度 把飞机飞了回来 那么回来查验过数据 试飞研究院的高级顾问张克荣 就颤抖地跟我们说 这次飞行的险情 来得太快 太悬了 要不是你们处置得当 这架飞机肯定摔了 如果这型飞机摔了 很多科研进程 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几十年来 科研人员的心血 将会复制东流 我热爱试飞 也努力地延续着 我自己的飞行梦想 多年来我有两个习惯 一个习惯就是 常年坚持锻炼 科学饮食 所以说从事是非 二十多年 我没有因为身体原因 影响过一次飞行 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像头疼脑热这样的小毛病 我的体重变化 也都控制在一斤以内 还有一个习惯 我就是说 每次飞行 我都要做一个详细的清单 把我这次飞行 飞什么 怎么飞 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该如何处理 我把它一一列出来 同时 把一些最关键的点 写在卡片上 带上飞机 以备我关键的时候 能够提醒和帮助我 所以这些年来 从来没有报废过一个科研价次 飞行真的成了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部分 讲到这里呢 我也想起了 泰格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 但我已飞过 是因为呢 我不久前 接到了退休的命令 这就意味着 军事飞行对于我 已经结束 但是我也想 飞行的梦想还会继续 任何需要的时候 国家和军队的召唤 都是我唯一的选择 当今社会 我们的通用航空 蓬勃发展 我相信还会有很多机会 让我飞上蓝天 或者从事一些 与飞行有关的活动 所以我相信自己 我还会飞起来 向着自己的梦想 谢谢大家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健康饮酒畅导者 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当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谢谢各位师傅 您退休了 现在 军事飞行结束了 所以军事飞行 对您来讲 飞行的时间长度定格在 3150小时 3150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处置过特大险情 五次 重大险情 15次 我们不太清楚 特大和重大 到底是险到什么程度 但基本上 用我们的理解来讲 就是20次左右 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差不多吧 在您演讲的过程中 很多观众写了小纸条问题 我就一直在等待 第一个小纸条问出的 我心里觉得 大家一定会问的那个问题 果然有一个观众 非常配合我 李部长 您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 这种问题您可能 职业生涯当中被问过了无数次了吧 我首先可以准确地判断 他不是飞行员 因为飞行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想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自己静下来 衡量一个试飞员或者飞行员 他的那个橙色高低 关键时候处置问题的水平高低的时候 就看你 在遇到情况的时候 还能记住多少 在地面上 我们大家考试的时候 可能都是一百分 背得可熟了 背得很熟 但是发动机一响 问题一出来 我是忘了百分之八十了 那么你全记得很好 而且你很从容 那你就会很OK 我就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冬天下雪 路上就看到一个女生 在雪地里骑着自行车 冲着一棵树就去了 她离那棵树那时候还有二十多米 我就隔得很远 我就听到那个女生开始叫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那么长就这二十多米 她就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五秒以后 她抱在了树上 你那时候慌乱 你什么选择都做不了 冷静下来 才能够让自己想得更清楚 更明白 这个问题 李部长说 不是个问题 因为谁也想不起来 第二个问题 他问的是 请问如何做到 给予您的队友这种生命级的完全信任 甚至是托付 实际上了飞机之后 两个人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有成绩了 大家共享 有问题了 大家共担 他做的事情到位不到位 我该不该去纠正他 不要 你要做就是把你的事情做好 在05年5月20日 和我的战友飞行的过程中 飞机扣过来 他告诉我 教员飞机不行了 飞机不行了 500米的时候扣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的弹射座椅 它是往下来 向下弹120米 还剩380 这个时候 人已分离 就是我的人跟座椅分开 座椅掉了以后 才能开伞吧 座椅掉 有个高度损失 然后伞打开 充分展开 把这个下降速度降下来 还有过程 其实已经是 到了临界点上了 那这个时候告诉 你别动我来 那么等于是 剥夺了他的机会了 而他那个时候 完全是有权利 我看飞机不行了 我先 我跳伞了 当然他要跳伞了 我也跟他一起跳 救生系统是联动状态 两个人都会 他一拉 我俩之间有个弦后顺序 就走了 但是这个时候 飞机就摔了 那么他如果说 听了你的话 他没有选择跳伞 其实就等于是 把他的生命 交给你了 你来做吧 那我觉得 这个战友之间 以生命为代价的 这种信任 这是最高等级的信任了 就是这一次之后 您喝了一杯白开水 三十分钟又上飞机了 是这次吧 是这次 也是我们的 是非所需要的 因为我这个飞机 在飞的过程中 另外一架飞机 在等着我呢 我假如说 我就这样休息下去了 那架飞机 今天的任务 可能完不成 总得给您点 就是恢复一下 情绪的时间吧 我们的一个特点 就是要学会忘记 刚才我遇到的事情了 不能让影响 我未来的事情 我把过去那块 翻篇了 过去了 重新开始 这是我们的一项本领 我要是个试飞员 每次排飞行 我都说 我要跟李老师一起 但那个时候 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们是李老师 身后那个飞行员 一看高度 确实不行 太危险 尽管李老师已经喊了 你别动 我来 你们仍然会跳伞的 有多少 我真有 来把话筒给这位 这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是吧 你为什么不能把生命 交付给李部长 因为我觉得 国家的科技和金钱 可以再赚吗 就算我这次 没有跳伞 让李部长来 李部长也有 和我一样的风险 去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我可能 所以你觉得 你是在救他 他做这种选择 也是他一份权利 但是我觉得 他有这个想法的话 可能当试飞工程师 是更好一些 会激励他 把坐舱的救生系统 搞得更完善 搞得更好 风险出来了 无可挽回 可能是击毁人亡 那我跳伞吧 这样的话呢 就会减少人员的损失嘛 但是不是到 山丘水尽的时候 你依然要尽你的努力 来挽救飞机 因为你是试飞员 不能说轻率的 在你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你先跳了吧 这是不负责任的 接下来 六位青年代表 来 青浩 作为一个军迷 特别想听一听 您的想法 第一次坐在 坚实的座舱里 沿着跑道 漫长地开始加速 速度达到 决断速度 您不得不起飞 这个时候 您第一次驾驶着 国产的坚实升空 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飞坚实飞机这一天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999年的12月20日 为什么特殊 特殊在哪里 不是对我个人 因为这一天 澳门回归 对 1999年12月20日 当然我记住这个日子 也因为这一天 我非常的坚实 坚实在我们这个心目中 分量很重的 因为我也是全程 参与了监视飞机的研发 了解这个监视飞机 就像熟悉 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 所以说在那一天 我能够飞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 之前你所有 做的那些工作 和那些努力 真的是太值得了 而且这型飞机 带给你那种冲击感 实在是太强了 军迷都会知道 我们飞行过程中 起飞的时候 加速度产生了 那种推背感 让你觉得非常棒 坐舱都已经变了 完全都是显示器了 那么它那种 给你感觉那种愉悦 也是特别好的 这这型飞机 将来进入了部队以后 部队的飞行员们 会是多么的喜欢 那么在我们的 空方体系中 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所以飞起来之后 梦想成真的一种想法 让你激动不已 觉得这份工作 是一项光荣 自豪 特别有成就感的 而且刚才我听你说到 歼10是咱们国家 第一架就是完全国产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斗机 是自主知识产权的 这个西方标准的第三代 苏俄标准的第四代 高性能战斗机 所以它意义不一样 是的 是跨时代的这么一个产品 既然你是个军迷 这样 我们把您是非过的机型 的照片 做了出来 请你告诉我 分别型号是什么 我们看看你是否真的军迷 来 左上方这个是苏联的安两寺 右边是安两六 然后左下方这个是 比较罕见的一个安三灵 右下方是图154苏联的 这个我飞过 而且它说得特别正确 换一点像素低一点了 太清晰了 其实我真是有点怀疑 李部长真的飞过 左上方那个米格15吗 我在航下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飞机起步的 因为这个飞机实在是非常老 战后第一代喷七式战斗机 1940 你不知道是个怀旧的人 这个 那个是歼6 然后歼7 歼8 其实一个只要数学好一点 会数数的人都能猜出来 最后张 这个歼10我认识 没错 左下方这个看起来会跟素两七搞混 其实这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歼11 这个是 我们既可以称它为飞豹 也可以称它为尖轰漆 战斗轰炸机 可以 确实是一位名副70的军迷 非常棒 掌握得非常清楚 非常棒 但实际上让我特别感动了 它的对答如流之外 其实每一张照片 代表的是中国的空军发展的脚步 每一架上面可能都有 我们的试飞员的身影 串起来就是中国空军的最鲜活的历史 而踩下这些脚印的人当中 就有您的身影 谢谢您 下一位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学院的学生 我现在在学习飞行技术 未来的女飞行员 对 其实今天能亲自见到 李部长已经特别的兴奋了 但是我现在想特别过格地 跟李部长发起一个挑战 就是短时间记一组数字 类似一个真心化大冒险 我赢了呢我就问李部长问题 我输了呢他就问我 这是考验您勇气的时候 就真心化大冒险 对 就问题的都是比较难回答的是吧 对 肯定是 这个对于是飞员来讲重要吗 记数字的本领 看什么数据了 假如说这个数据 我觉得跟我关联度不高 我可能会不记它了 假如这件事情 对我影响非常大 比如说 像我老婆的电话号码 我一定得记得清楚啊 我以为李部长会说 比如说飞行高度啊 我老婆的电话号码 那咱们记电话号码好不好 可以 什么数字都可以 这样 导演组一分钟之内准备三组电话号码 然后打到大屏幕上 所以现在你还在学飞行 几年级 我刚刚大一 然后正在进行理论学习 女生多吗 不多 我们这一届是北航首批的女飞行员 哇 试飞员当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目前试飞员当中男女的比例是100比0 之前曾经出现过女士飞员 飞运输机的 像运7啊运8啊 这些飞机出现过 而且呢 现在航空兵部队里边 有不少的女飞行员 像驾驶的呀 领航的呀 通讯的呀 都有 而且表现得很棒 已经有了 好 李部长 来 您看大屏幕 两位同时计 只要记住了就喊好 然后 只要你能重复队 率先记住的那个人就算赢 如果先喊了好 但是背错了 对方自动胜利 好不好 来 三二一 出 好 好 你先喊得好啊 一定要背对哦 你这样转过去 面冲着观众 然后把大屏幕 对 放出来 第一个号码是 186 15 6149 对一个 别骄傲啊 别骄傲 还有两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 139 719 118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是 131 270302 他赢了 他的这个成绩 把我惊讶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 尽管我也记住了 但是 我确实 我觉得非常佩服的 很棒的 那既然按照规则 那就真心话 大冒险吧 您这么多经验里面 觉得飞行体验 最差的是哪一款飞机 哇 这个 我最得罪人的 这个问题 说最老的那些 这个 小萨老师 刚才教我一个技巧 但是呢 也给我点出来了 说得不好 肯定会得罪 设计师啊 对啊 就是每一型飞机 他都经历过 他自己那个 曾经出照的 那个年代 也曾经 会走向自己的辉煌 不是说不回答 你的问题 我真的对这个问题 回答不了 这个不是真心话 大冒险的玩法 是吧 您这等于还是绕着圈子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这样 同一代飞机里 感受最差的 您觉得最粗糙的 运输机会比轰炸机 出超 轰炸机会比尖机 出超 尖机它要精致 运输机中最粗糙的 我就不幸 憋不出来一个型号 我可以给你讲 运巴飞机是最难飞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 它是一个螺旋桨飞机 螺旋桨飞机 学航空都知道 它是有气流影响 滑流的影响 你要克服螺旋桨 产生的那种不平衡 另外一个呢 它的那个没有那种助力 完全靠你的力量 驾驶力量 所以像你 我也不建议你飞运巴 因为你飞不了 你的力量不够 运巴呢 它是从原来的 苏联的安妖两 这么过来的 也就螺旋桨 这个特性 谁也改变不了 设计师战优秀 这个问题 它取消不了的 接下来你揭秘一下 为什么刚才三个号码 背得那么快 因为这里面 有我自己和我同学的 电话号码 我们黑箱操作了一下 为了确保 它能赢得这个游戏 但是已经很优秀了 你比如像我 抱歉 像我现在 我们刚才演了一出戏 说一分钟 准备 其实早就准备好了 在现在 一个是他自己电话 一个是他俩同学电话 像现在智能手机 这么发达的话 其实电话号码 能记住三个 已经不多了 像我只能记住 是我老婆的 当然我们这是 跟您开个玩笑 希望您别介意 但是刚才 假如他背上两个 让我补第三个 我说不准 就会心跳加快了 万一我不对了呢 他对了两个 我这个还没对 快要山清水尽的时候 您都能柳暗 化命又一村 您的素质 是不会让您心脏 就这点小事 就碰碰跳的 李总好 赵老师好 我是来自中央工业集团的 就是您刚才说的 运霸就是我们干的 其实 我是以为 可能李总 可能最后被逼的 会说一种 什么苏联的飞机 我也能接受 现在现在 把我们集团的产品 一说得很难飞 我现在很尴尬 其实这个过错不在你们 因为这个飞机 不是我们自身研制的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出身 已经定了 它是那么一个特性 而我们更多的 只是消化吸收 在此基础上 进行一点完善 但是这个余地 和可能性 总是很有限的 你们已经尽力了 因为我也经常 接触军人 接触师傅员 其实他们的脾气 都是可能比较直 可能说法比较狠 就是我想问问您 如果其实在十分钟 有没有跟我们的工程师 发生过什么吵架 或者争吵 真心化大冒险 没完没了了 跟工程师吵过架吗 吵过架 所有的型号 我参与的型号里边 跟工程师都吵过架 不会说 这件事情是不是我错了 就会伤及我的面子 那件事情他没搞好了 我就会质疑他的责任心 没有的 工程师特别喜欢 你跟他吵架 他觉得你这件东西 出来了之后 他说什么 你就是什么 你没有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挺可怕的 他反而不踏实 因为对这项东西 对这个产品的认识 就停留在他的水平上了 假如你跟他吵架 你一定要有一个 沟通的渠道和平台 否则的话 那你不是一吵击败吗 那在您多次和工程师 实战的经验中 您的胜率是多少 有对的时候 也有错的时候 这个比例大概 胜的时候多 为什么我胜的时候多呢 我要讲原因 先说结果 因为我是后面出现的 对 我没有上天之前 他仅仅是通过理论 地面的试验来说的 他比我的认识 还差一个环节 我们说仿真 永远不能代替是非 因为是非 是必须必不可吵的一个步骤 所以一般吵到紧要关头 李部长只要一句话 工程师就没话说了 你非还是我非 刚才李部长说了一句 你认同吗 说工程师其实是 喜欢试飞员跟他们吵架 对 其实是非 就是一个发现问题的过程 就是如果我们在定型之前 把问题尽量地发现出来 可能以后的飞行员 就会少冒风险 您同时试飞很多年 飞了很多机型 我现在想代表乙方 问甲方一个问题 就是还需要什么飞机 就是您觉得 下一代飞机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特征没有 把运八千改好吧 随着国家的强大 随着我们的利益拓展 我们的需求 会更加地广谱 所以说这个过程 那么是不断变化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未来的发展 一定是跟我们的技术 相同步 相衔接的 比如说我们未来的飞机 一定要在隐身 在小型化 在无人化 这些方面上 包括智能化 更加地往前走 整个的任务执行起来 效率更高 我们的付出的成本越小 我们的代价越小 还有就使得 我们的实现手段 更加地丰富 你和你的小伙伴们 就这一代年轻的工程师们 希望未来能够真正地 让中国的空军 能够像这些老的是飞员 所期待的那样 强大起来 刘鹏 您说您三十年没胖一斤 我呢是一年胖了三十斤 那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我是一名互联网媒体从业者 不是因为贪吃或者怎么样 同样也是因为工作 因为梦想 因为像您说的 可能忘却了一些事情 长胖包装得这么美丽 因为工作和梦想 一年胖了三十斤 我很想知道 是有哪些习惯 然后您是怎样坚持的 我对我自己 比较狠 饮食方面 不吃油炸食品 不喝碳水饮料 像内脏的一些东西 我是绝对不碰的 而且肉这一类的 除了鱼之外 其他也不太吃 另外呢就是 锻炼也比较多一些 在非那些 大过载的情况之下 我一定要让我自己的 这个肌肉要有力量 我飞的那个极限过载 飞机的过载 要达到九个G以上 九个G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体重的九倍 压在你身上 相当于九个您 压在您自己身上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 你能够要反应敏锐 要能够操纵自如 要能够实现 飞机的各项反应 你如果是身体不够强健 你一定是做不来的 那要飞行的时候 每天晚上 在十点钟之前 我一定要睡觉的 我一定要保证 我的充足的睡眠 不然我觉得 说小一点 是对我自己身体的 不够责任 说大一点 国家把那上亿员的飞机 交给你去飞了 你不能当儿戏啊 一定要让自己 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要能够胜任这个任务 所以这个也是 一个职业的要求 其实我也不是为 我这个胖去找理由 最大的一个挑战 是我的母亲和我的爱人 一年长三十斤 他俩的厨艺也是不错的 拜他们所赐 其实我爱人 也在约束着我 像我飞行过程中 我第二天飞行 头一天晚上 是要在我的 这个集体宿舍里休息的 不能在家里休息 那么九点钟以后 他一定是让我 必须要回到宿舍去 绝不能说 自己这个超过了时间 还有吃什么呀 列得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俩都是军人 也有着共同的 这么一种事业的追求 每一行飞机 它能够飞得好 它发自内心地去高兴 感谢 感谢 但每次您 比如说遇到危险 您下来之后 比如回到家 您会跟您爱人说吗 不说 那今天不都暴露了 我觉得互联网 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互联网 暴露了很多秘密 比如说像我05年的时候 5月20日 那当天出来的情况 我还在空中飞呢 我爱人他从 我们那个单位的 这个局域网里边 就看到这个情况了 看到情况回家之后 哎呀 他就一把抱着我 觉得我能够回来很不容易 我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是非援做这份工作 有他的职业特点 你家里的人 没有必要跟你去 带那份心 在他不需要他知道的时候 你不要让他知道 从来回到家里头 不说飞行的事情 我只是说那些 愉快一点的 轻松一点的话题 所以面对家人的担心 李部长能做的 就是带着飞机和战友 每一次平安地降落 但是我想 演讲到这里 我们全场真的欠在座的一位观众 最热烈的掌声 他就是李部长的爱人 您好 他今天听到所有的这些故事 可能感受和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觉得是惊险 觉得是难以承受 难以想象的那种紧张和压迫 但是对于他来讲 承受的可能是一次又一次 他差一点失去自己生命中最爱的人 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有观众问您 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 你说那个时候 谁的面孔都不会出现 不过我们相信 只要您在天上一秒钟 那一秒钟在师母的脑海里 一定是你 既然小三师兄提到了李部长的太太 我也想借着这句话说 你可能不知道她姓什么 我知道李太太应该姓潘 对吗 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 说是李部长的孩子没有随自己的姓 随了太太姓 我想问为什么 儿子出生是92年底出生的 那么在出生的时候呢 我那个时候 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 我们一些心机的研发过程中 就是我这份工作 说不准什么时候 我可能就会付出了 那么如果儿子姓我这个姓的话 也许将来 这个关系理得起来 就不是那么顺了 而且我也坚信 就是说 不管我在或者不在 那么不管儿子姓我的姓 还是姓妈妈的姓 我跟我爱人 我们都是非常相爱的 您是一个非常顺利地度过了 自己军事飞行生涯的人 但是有这么多危险的情况 让我不禁想问 有多少飞行员是平安地度过了 这一辈子军事飞行生涯的呢 又多少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的呢 军事飞行一定是 伴随着有牺牲出现的 那么在空军 从成立到现在 六十多年的历史上 也有两千多位飞行员 献出了生命 就我们是非部队而言的 从六十年代到现在 也有二十九位战友 献出了生命 我认识一位战友 那么 我这里就不说名字了吧 他牺牲 是因为这型飞机 在飞高空大速度的科目的时候 出现了异常情况 飞行员牺牲之后 没有找到残骸 也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在他的骨灰盒里头 放的是一架 他这型飞机的模型 他的女儿和他的爱人 那么在纪念他的时候 其实面对的 就是他飞的这型飞机的 一个模型 所以说有些牺牲 这样的一些牺牲 它换来的 就是这型飞机的进步 所以现在当我们看到 这型飞机 在我们的航空体系中 在我们的空防体系中 发挥作用的时候 我们也会不仅想起这些人来 想起这些战友 特别熟悉的面孔 但是我觉得 更多的还是希望 有更多的人 要能够勇于面对牺牲 要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要推动我们的航空工业 我们的空防向前走 只有国家强大了 我们才能更好的 来能够享受这份安静的生活 我们才会使得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们的父母啊 儿女啊 免受更多的牺牲 我特别喜欢有一位观众的 小纸条的问题当中的一句话 我觉得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内心 人们总说 你之所以看到光明 是因为有人帮你挡住了黑暗 我认为您就是替我们挡住黑暗的人 谢谢高老师 在祖国的蓝天 有这么多 为了我们的安宁 奉献自己的人 这是我们的幸运 所以我在想 此时此刻 我提议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起立 用掌声送给新中国成立以来 消失在蓝天里的那29名我们的试飞员 去告诉他们 我们内心的感谢和崇敬 也用这掌声感谢李部长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奖 谢谢小小老师 谢谢朋友们 下期开奖再见 请不吝点赞